大伙之前看过特森视频 都知道这里已经来过两次 为什么这次找的好哥们反而没找我 好哥们老不着找的我来一看懵了 特森赶紧请我当官的客 万万咋回事 兄弟们弄活让人给抢了 这活前段时间去过 我就纳闷脑板为什么没找我 我心想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呀 这不脑板找的他 他没时间又找的我 大体和我说的下位置 我一听当时就慌了 这不前段时间我来过的地方 当时账还没结呢 行情不好虽然没多点活 但是苍蝇腿也是肉啊对吧 看看赏不头约约 之前找我的当官的到底是咋的事 旁边不是个污水池吗 这一块好像整起下衬了 上面的红牛土也都裂了 这不想破碎了重新打吗 本来想把这些块块全都拉走 然后再拉点猴土把这里捡起来 可能一算费用太高了 屡是想让我全都打碎了钱在这里 好家伙 这一顿给我忙的 都快打成一到二的石子了 再打肚成石粉了好哥们 正好到了吃饭的时间 我现在赶紧约约上次找我的领导 Be my guest 一探究竟 想约领领导吃饭 别像我似的 以前着急忙慌的 想问啥呀 到嘴边留三秒 三二一 别像我似的 像个人傻子似的 哎哥上午吃个饭吧 今天的活怎么没找我 你打电话得说 哎哥上午有空吧 就在你旁边一起吃个便饭 你得表现隆磨深沉一点 要不谁敢出来 这祸祸祸祸 就你这个大祸 你说你 那不听话还叫大祸 那么点汗还要隆祸 没谁敢吃了 我没谁敢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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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谁敢打祸 是吧 嗨 弄了八千 这活就得他们眼皮紧些 没干 花了六十块钱请了个客 这心底的实退啊 总算是着急了 太难了 我还心得这关系 让人给抢了呢 兄弟们 也就这样了 不过看起来 比之前应该是结实多了 现场给了我个手机号 让我问他要钱 一看也非常有实力 就是没接电话 不过过了五分钟 又给我回来了 我还以为不想结账呢 现在的问题是还剩了一点 脑袋想全部破掉 但是现场不让动 还得留着走路 确实这么点留着 下次不值得呢 没办法 人家还得往里边进出车 总算是逃好了 这次输了一千次 下次还能做个起步